骑士阿嬷在路中等红灯 左顾右盼好一会 抬头一看 发现大约还有30秒才会变绿灯 犹豫了十几秒后 他不管了 直接闯红灯冲过去 没想到就快到对面加油站时 右边一台双载机车骑过来 当场把阿嬷撞飞 三人纷纷倒地 后方驾驶目击整个过程 吓了一大跳 民众赶紧帮忙叫救护车 把阿嬷和利民骑士及后座乘客送医 事发在一号下午将近四点左右 张华秀安路和张路路口 86岁灵性阿嬷骑到路口后 原本要停等红灯 当时对象刚好有一台大货车停等 准备左转 阿嬷等了好一会 一次想抢快 他先往前移动 机车都快骑到路中央 接着看左右都没来车 犹豫了十几秒后 最后等不及号制转换 加上视线 疑似被右前方的大货车挡住 有门一吹闯红灯 结果26岁审姓骑士 载着24岁侯姓女子也冲过来 两台机车直接撞上 都已经等了 何必不再多等那几秒 对啊 那还被撞上 哪是安全比较重要 因为我们的生活是不差 因为有的人就不会这样生活 就是要过去是要过去 对吧 就刚才那几秒千 林姓阿嬷在路口 犹豫很久后 一次闯红灯 另外审姓民众的方向的号制 为左转号制 是否有闯红灯的问题 带离清 机车闯红灯会开罚1800元 林姓阿嬷和审姓骑士 及侯姓女子三人送一后 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双方照则还要离清 只不过阿嬷都已经花了时间 停等红灯 却在最后30秒 忍不住抢快闯红灯 触犯交通规则 也害自己和别人也受伤 东山新闻陈永逸 汤宇诺在张华采访报道